在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 印尼人凝聚在我们不畏惧的旗帜下 在袭击现场发出了刚强不去的声音 人们呼唤着杀死恐怖分子 并谴责他们的行径 违反真主的旨意 副总统撤队快速驶过 1月14日袭击现场的交叉路口 安全人员手持自动武器严加戒备 虽然印尼加强了安全警戒 但是印尼总统试图告诉世人 国家已经恢复了正常 没有问题这是重要的 商店食品摊和店家等等 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过对那些死难和受伤住院者的亲人来说 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 我们从社交媒体的网友那里得知 他受了伤倒在街上 他的丈夫有幸大难不死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凶手走向躺倒在地的伤者 朝着他们开枪 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 雅加达报导 明镬派报导